哈喽,我是T4 今天我来分享我在8月10号参加的 第十届Sonic集会的过程与心得 原本活动结束就要马上拍影片了 但缺乏照片就不好发表 所以等到8月30周半才寄照片过来回正题 老实说我从2017年就想参加 但各种因素才在今年终于来参加了 在前往聚会计典前说我跟朋友原本要去吃牛肉面 但时间没有算好,只好外带 但是迟到了 还好我都没有这次开始 就喜忙已经把牛肉面吃完 牛肉汤喝不完只好倒掉啦 那活动开始是自我介绍 介绍完之后必须回答指教上的问题 我则是刚好被问到喜欢什么角色 喜欢什么角色吗 我则是在童话介绍的过程中 偷偷去换毛装 但没有认识的朋友帮忙 所以只能穿头和尾巴而已 回到活动期后 我丫头当中一个介绍者 毕竟我喜欢给人惊喜和丫头嘛 中间轮到一位女童话 直接时 她是第一个发现猫脏的我 其他人也陆续注意到了 真的是很惊喜的 轮到我介绍 自我介绍之后 我就长篇大论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知道因素少子的 玩过什么游戏 看过什么卡中 个人故事啊 还有告诉大家 自己就是拍最多 因素少子的YouTuber 这些 世界太长 我就不在这边多多了 全部介绍完之后 刚才那位 注意到我的女生 主动来帮我拍一张 我当然是很乐意啊 难得有一只狼狮 我现在活动上 不拍一张太可惜了 这是 这是她帮我拍的照片 拍的超帅的 可是我该 减肥了 后来我忘记 把我的白和波雷兔的娃娃拿出来 但因为 事件问题 所以我请那位 拍照的女生 帮我摆放一下 让她看着波雷兔的娃娃 好像很喜欢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那个 女生真的 嗯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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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 对 就是热情 不要讲歪 OK 接下来的活动 就是 全体 聚位竞赛 拍歌 要怎么玩呢 就是分无赌 每组 每组都有拍一个人上去 中心决定 用拿走我的 歌的清单 然后用 哒哒哒的方式 唱音速小时的歌 好 让开歌难度增加啦 让我来示范一下 到下一個活動是劍王比賽 第一款是音速少吃武力 挑戰的關卡是 呃...關卡 8 16 26 我在比賽關卡8發生的失誤 正這樣 不過還是迷藏技能前世啦 關卡16又更認真了起來 但他使用的 威之控制器因為在這一關就來的時候 超難拿走的 就盾力進決賽了 到了關卡26雖然說是新的一局 加上各位可能因為 緊張 然後 發生的大失誤 我就得到第一啦 其實我先前有練習才能提高穩定就啦 下一款比的是Sonic狂的 由於我沒有玩過退款所以 除掉啦 接下來是大家一起玩的電玩 QA技賽 大亂走 只是 我顧著玩世界大冒險 就沒有參與了 接下來是 先玩 競賽 玩的是 2019的 音速掃子搭檔組隊的大賽車 只是我忽略的 一點就是 玩是沒有找好隊友 不然勝算非常低 而我是因為沒有找好隊友 所以跑 做的名字 第二名 朋友的名字是 算啦 最後是頒獎結尼 我前面玩的武力拿第一名 所以 就好爽的拿獎品喔 像這樣 好 獎品是一個 一速掃子 武力的吊隊 覺得 很值得啊 接下來就是 考得和 賽車的 車的 冠軍們 恭喜他們啊 最後 就是 來個 殘體大合照 真的有夠盛大的 吃完晚上後 結束了今天的活動 真的是 太開心了 這活動辦的真的相當不錯 明年我一定來 參加 為了挑戰 看 這部影片的 觀眾們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想要參加的YouTube粉絲們 可以加入這個 Sonic社團 可以 關注 最新的活動消息 只是活動是一年一次 大部分辦在台北 時間就是星期六 而我每次填問堅都是前星期天 所以已經 兩年都沒機會參加 參加的 酷酷 啊 好了 就成這樣 真的是 要不能 其他資訊我會寫在說明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我 PAO 我 在這裡 看 你們 點 Line's an open book